汪小菲21日开始在微博梦发文狂发文 和前妻大S宣战 然而不理性的言论对比大S冷静的声明 让人直呼高下立判 汪小菲的妈妈张兰看不下去加入战局 表示自己要帮儿子发声 不断发文指控大S之外 还在直播间酸梗齐发 以下卖绿茶以下卖重点 人民币是赚宝宝 25月中午 汪小菲再度与微博发文 这次竟然是帮大S说话 他写下 我汪小菲前天发微博 是因为我前妻告了我 这场真是个闹剧的原因 他上了热搜 现在他这个热搜不断发酵 请各位直播的人 不要再利用我们吃人血馒头了 老子不富裕 但也不靠这个挣钱 不管我们对错与否 那也是我们的家事 毕竟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 除非我们两个说话 其他都是废话 虽然之后他再度删文 但其中提到直播一词 也让人认为是在对妈妈张来喊话 请他闭嘴 不要直播时 为了流量乱暗凤 有的没的了 而汪小菲经开直播 似乎有一名疑似张盈盈的女子 在一旁再度陷入舆论 张盈盈这次打破沉默 发文承认自己就是画面中的女性 并写下小菲因为家事 已经被折磨的心力交瘁 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 他这一直都处在非常崩溃的边缘 能做的只有安抚他的情绪 不要再让他碰手机看新闻 他也时时刻刻都在说服汪小菲 不要再在公共平台抒发情绪讲述家事 我昨晚确实熬不住睡着了 一会他家人打电话过来 说他在直播 我已经赶紧起来 一边与家人保持通话 一边看他在干嘛 迷糊之中见他躺在那里 就以为没有在直播了 最后张盈盈强调自己不便参与汪小菲家事 希望他挣脱牢笼不再痛苦 最后汪小菲在微博转发律师通知 今天收到法院裁定 法院裁定同意在提供担保金 1625000元后 就停止DICE申请的强制执行程序 并说这是今天台湾法院的裁决是港币啊 我也不想和他们扯了 毕竟孩子在那边 而张蓝烧找直播时 也闭口不谈待3G军业 双方暂时停证